这个之前看过了,不再多说了 刚刚传出来就成交了,真的了 业织在外国,我也有谈的 我还到七百多万左右,大卫又不想再追上去 但OK的,这位是不错的 成交了八百万,千头万都会扔下来的 讲的是青山道,205至209号 春暉大厦地下Eppo 之前就是这个西医,将会交给的,他搬走 你知道现在医生生涯跌了很多 我知道医生生涯的时候,通常都跌了四五成 但是这间店是向东京街近的公司位 这个建筑美积460呎,实用是300呎 原本业主叫价12万左右 刚刚就成交了,一减下来八百万 所以就买了八百万 OK的,是值得的,好东西 这个八百万货式放在那里,我也感觉是七分半位 街道要静一点,但有前景是铺库12呎 深达24呎,线日期这两天的事 原本业主是2009年3151万买进来的 这间店是向东京街,但对付很多楼盘将会落成 说的是,对到正的时候,这个恒大瑞丰 414个住宅单位,前景不错 现在人流少一点,但未来我相信人流都会增加 我谈过了,总之我都七百多万左右 但我不想再追障,突然间就八百万成交了 业主身在外国之路突然间,你知道很多外国业主 现在对香港都很深淡 总之突然减价,就买了,很快就买了 成交比较,旁边的当铺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尺寸 大小小的,前附近一百年二月份曾经成交过950万 那里就变成大家位置差不多了 一个950万,一个150万,很明显铺价掉了 为什么相调这家比较便宜 这个位置,租出去两万元,两万松枝不难 三万元,三厘回报的时候,三厘多回报都可以 我觉得都便宜的,都可以的,好东西来的,七分半的位置 所以恭喜买家,几百万货 加上手续费,日后脱出去的时候 试好一点的时候,千头万我相信是不难的 所以恭喜买家,恭喜买家 不好意思,回到刚刚洗完头,披囚蛋发 就跟你说成交,没所谓,没所谓